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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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城外 入口就在大殿内 这么一道是防备盘乱用 说好的历代皇帝口口相传 这下被李卫阳宣传的满世界都知道了可还行 而且明明是密道 旁边开门就进得来了吗 李长如一找就找到了 柔软的部队说出现就出现 厉害了我的名侦探卫阳啊 Bug4 拓拔军和李卫阳就是那么巧合的服下了相同的毒 没有解药会死 但是偏偏解药就只有一颗 于是为了体下爱情真的巨他妈的伟大 高阳王把解药让给了李卫阳 这世上只有一颗解药 他为了救我 自然 能自己去死 呵呵的 黑溜溜的麦力素不要太想戏 可以 这很嬉皮 不过除了以上的四大bug 锦绣未央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失无恐 用尽心机终于得偿所愿的拓拔鱼 正经为坐在大殿中像小孩子一样的拓拔鱼 最后替一个怀里抱着自己宸的李卫阳 挡了李长如一剑 李长如搓手杀死了 不爱自己 但自己爱得发狂的男人选择同归于尽 都是备胎 斗爱扫够 如果没有李卫阳 我会是你的妻子吗 长如 对不起 我服了你 而李长恶得不到拓拔鱼 就连死都想让喜欢的男人亲手了结自己 不过拓拔鱼能给的 只有呵呵 我不爱你 杀你都嫌浪费时间 您自便吧 你要亲手杀了我 你想让朕亲手杀了你 以此来减轻你的罪孽 朕不会说你怨 让朕动手 你不配 为何悲伤那么大 因为全剧所有的男人都爱李卫阳啊 因为除了李卫阳 剩下的女人全都是上把子的追欧巴 欧巴头也懒得活一样 可结果是 男儿登上皇位要女主做皇后 婚礼上男一出现 杀了男儿皇后不便婚礼继续 然后男一也死了 啊 锦绣为央就锦绣为央了 女王将一个人守护着锦绣江山呢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童子们 让我们一起去做生活中那个被偏爱的人吧 不会狗大还能高高在上 感谢这个冬天 李卫阳教会了我们这么个道理 顺便插句嘴 一集换了三个皇帝 这节奏是不是起的有点猛 你让那些群演怎么想 好了最后姐不得不弱弱的承认 虽然锦绣为央各种Bug各种马力苏 各种X Cuse me 虽然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局 但是还是被这欲罢不能的剧 搞得心情阴晴不定啊 终于大结局了 然后坐在屏幕面前又哭又笑 跟个神经病一样 最后BGM想起 还是哭到生活不能自理啊 锦绣为央的最后一次姐不能忍 我们放弃我抓紧我再见 最后的最后 请允许姐有一个埋藏了很久的疑问求解答 那就是李长龙十年前遇见还是小孩子的拓拔鱼 拓拔鱼二十年前设计杀了太子 求拓拔鱼的真实年龄是多大 评论区等你们啊 靠近日来有任意义实在准备 靠近日来有火 research 之后 忍生快移论 靠近日来 靠近日来